在行动管制期 政府始终维持了跨州越线的禁令 但还是有人聪耳不闻 在吉达和槟城的边界 就有人以隔壁州属的饭比较好吃为理由 要违法跨州 那除了各种啼笑皆非的理由 在雪兰儿和森美兰边界 则有19名外籍员工蓄意破坏警方设置的路障和铁丝网 试图违法跨州到森美兰 结果都被控上了法庭 虽然政府禁止民众跨州越线 但还是有人名玩不灵 19名外籍员工两个月前涉嫌违法跨州落网 今天上庭面控 19人年龄介于20到41岁之间 来自孟加拉和尼泊尔 根据控状 他们3月16号蓄意破坏 并跨越警方设立的石吨路障及铁丝网 从雪州家引跨州到森美兰汝来 违反行动管制令 抵触刑事法典第44期刑事入侵 以及第427蓄意破坏条文 由于需要安排通议官 因此推示允许被告 各以2000到5000令吉的保释金保外受审 案件下个月15号过堂 时至今日 还是有人无视染疫风险 执意冒险非法跨州 宾州警方切获民众通报后 昨天下午在打犀牛乳儿 与几打边界一带的三个老鼠道埋伏 设路障盘查往来民众 他们不仅无法出示警方的批准信函 跨州理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除了有人携带狗狗 宣称要去猎捕蜥蜴 更有人说 隔壁州属的饭比较好吃 有没有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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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楢可以 有那些人 有没有那些人 但他们说 他们又是 fun 有那些人 有没有那些人 要吸引得那些人 到那些人 避免太多了 那些人 家人 很多摩托骑士以为老鼠到没有路障 结果发现警方埋伏后立刻掉头 更有骑士在跨州信函上动手脚 以为能逃过警方发言 最终有17人在行动中落网 所有人被带回打犀牛乳额警局 接获5000令吉罚单